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节我许散 另外做我们的易德台样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精彩了 对于这个政生会 这班人跟魔鬼没什么分别 我说是人渣 尤其是那两个在途的通缉犯 不离不离不离 还抱着够钱 逍遥快活 这些是不是人渣 重要是选择不回应 甚至乎新近有个做了14年的老师 在WhatsApp找林希胜 他还回覆他 你问回政生会 其实他这么说也对 因为他们两个已经不再是政生会的人 已经是踢出董事会里面 但现在就精彩了 因为其实我们在上周三 好像是见到有个紧急声明 就说他们新任的董事会 就会以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去帮政生书院解决相关的问题 因此政府方面保安局的禁毒处 听到你这么说 就马上和这个政生会的董事会 回一回面 但是跟你们所说的声明就说了 简直言行与事实不符 还有说有理由相信他们声称 跟这些在途的前董事林希胜 陈兆卓已经撇清关系这些说法 就绝对不可信的 那为什么呢 你们现在有什么经济困难 那些是户口的问题 因为有些数据不能移动 还是怎样 你们拿不到钱出来 那就搞不了了 但是相关的什么陈兆卓 林希胜这些又不肯帮忙 又乱来 政府其实较早前 已经给了180万来帮忙 现在看到改组之后首次的董事会会议 竟然立即通过了拒绝追讨 早前被林希胜和陈兆卓 转移到外地 以政生书院的名义 所筹得的超过半亿 即是五千多万的款项 不用追 有没有搞错 如果你说这个董事会里面 不是有他们的人 没有人相信 怎样可以这个董事会这样公然包庇 这两个在途通缉犯 所以我认为董事会到目前为止 背后操作的人 都仍然是这两个在途通缉犯 所以才有这样的决定 你说不追回这整五千多万 基本上就是疯狂 是疯狂的 有没有搞错 他们现在这两个 已经不再是正生的人 为什么他们还可以 夹着这笔钱在外国 你不是正生的人 你还抱着正生的钱 什么事 根本就是自己的带袋 这些明显的东西 有人还可以在其他台上 替他们说好说话 还相信他们这两个人的为人 有没有笨成这样 用一下脑子 不单纯 我也看到 某些人还说我们所说的 是不对的 又说不是贴近事实 不是实情 他所说的才是实情 我听到真的耳朵 为什么呢 我感觉上 是否大家会在平行时空 这也不能单纯 你自己觉得 感觉 或者你过去的认知 就套到这件事 如果你不在这件事的实情 就说出这些话 还要 当我们两个对号入座 像我们两个这样开炮 我就接受不了 所以 你说是否有什么问题 其实很简单 我也看到很多黄尸 甚至乎那些黄尸狗 就是最劣质的人 都会觉得 他们带5千万去英国 帮这些移英港人 是否因为这样 而跟着特区政府 就要搞他们 等等 这个说法 真是低能度爆炸 那何解呢 这5千万的 为什么不可以带到英国 还有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会被警方说要通缉他们 我们稍后再说 首先说了一个位置 他们很多时候都会说 是正生会来的 他们带了一些善款 他们自己的钱 过去英国 搞英国的分会 有什么问题 很多教会都是这样的 错 这个是不可以的 经常都说 他们一早知道 要搞英国正生会 现在拿钱过去 有什么问题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梦 就算 一早有些人听过 是要搞英国正生会 美国正生会 例如这件事 一开始爆出来的时候 就是在今年1月初 拉人 通缉的时候 与此同时 也有去访问过 在正生书院 搞了14年书的这位女教师 他最初的态度 就会说 是的 其实也有听过 他们搞英国正生会的事情 他们的意思就是 也有这个打算 因为觉得英国也好 美国也好 也有人需要帮忙 另外也有一个被捕的董事 他年纪大了 后来也跟媒体说 意思是 也有听过 他们两个说 让他出来喝茶 就说想在英国买个会址 类似是帮英国年轻人 香港年轻人 是的 是有听过 但是 你不是想搞的话 你就大大方方 去一个囚款活动 是说想搞英国正生会 美国正生会 你不是搞一个囚款活动 是要说来帮正生书院 是香港正生书院 还贴了他们的照片 呼吁囚 如果你搞了一个大龙凤 是要说帮正生书院 紧急 说快不行了 死了 要囚款 但是在接着 善款急升 大家捐了很多钱给你的时候 你给得了这么多正生书院 接着就拿了很大的钱 去了英国搞正生会 那还不是骗人 即使香港的正生书院 还没办法办法 未能帮他们渡过难关的时候 你走了去搞英国正生会 如果你捐款那五千万 你不要说要弄得很漂亮 起码买几桌子 建厕所 让他们可以用一下 他们只是用流动厕所 冲厕所要自己不水冲的 弄多几张书桌 什么都好 是不是 不是的 你这样 还不是有问题 如果你真的想着那时候 想帮这班学生 知道他们正生书院快要倒闭 你有同情心 你捐给他们 转头的钱 原来被人搬过去英国搞正生会 还有 有没有看的 英国正生会 他们在网页里 一只字都没有提过 是会搞戒毒的 当然他们这个NGO有没有资格在英国搞戒毒 未必有 但他们没有说过自己会过去那边帮人搞戒毒 虽然他们对着媒体说过一下 就说会用他们自己在香港的经验带回去 代表什么呢 就算他们有提过要去英国也好 美国也好搞正生会 但是你是不可以 或者不应该这样 欠人捐了一大块钱 说帮正生书院的时候 你转头就把钱转走了 去了英国 还要现在不肯交回来 而看着正生书院倒闭 这个说不说得通 你盘估初开 叫人捐的大块钱 是给香港正生书院的 但是为什么 到最后 因为要搞英国正生会 拿到这么大块钱过去 而令到现在 你捐款而逃 香港的正生书院面临倒闭 你不肯交回钱 你有没有搞错 还有你能否看清一条数字 为什么呢 我们首先说一条数字 明明捐款是五千万 但是我们看到英国的正生会 竟然他那条数字 因为他是在英国有注册 所以可以看到一条数字 媒体也公布出来 就说他们有321万英镑 就是他们在英国正生会的钱 欠了千八万的 去哪里 不是代道 在那些私人户口 或者自己洗了 甚至或者 换成一些私人物业 或者其他的资产都未定 不知道去了哪里 那你要说出来的 对不对 那你又不说了 接着又更精彩 你说不是啊 那起码有321万英镑 不是啊 原来你看到他的户口的钱 是借回来的 那跟谁借呢 不知道 不知道跟谁借 借了别人 就约获是322万英镑 那你说 为什么一来回有差 大概是1万英镑 估计应该就做一些 法律手续 或者做了某些东西 可能其他的注册等等 就可能没了少少钱了 你问谁借 为什么会借这条数据出来 不知道 不说 还有更加厉害的 一年之后 这一笔数据要还 那到时会怎样 没有了 可以还 就把现在正新英国的正新户口的钱 一次过还给債主 那就不见了 没有了 没有了 没了 没了 到时这笔钱 究竟为什么还给債主 等等 我问律师 我问会计师 正在做一条数据 现在有些人会帮我们这样允计 他们要时间去处理 要找律师 要找回计师 还是怎样的 这些是不对的 没有可能的 你通缉犯 通缉犯 如果是有良知的人 如果你自己被通缉 就应该立即投案 不能这样拖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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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有一种说法就是 那个是谁就是这样的 是吗 芝培忠就是这样的 芝培忠又回来了 有坐牢的 他又提到芝培忠的案件 不关事的 乱提 记住 两个的性质不能类比 就是 你看一看就知道 你问一问那些会计 会计师就知道 我只是最简单 你看到 好了 你说英国正生会 香港正生会的资产 对不对 但是在香港正生会 最近的年报里面 是看不到英国正生会的这一笔数 是没有的 那去到哪里 还不是有人穿柜筒底 数都可以没有的 是吧 已经是没得兜的了 还是他没有看到新闻报道呢 写得很清楚的 根本是没有原念的 也不能因为那两个在途的通缉犯 过往在香港做过一些好事 又或者过往有些人和他有接触过 觉得他是好人 不信他们会这样做 继而就无视一些事实 其实是这件事 只需要看回一些事实 就很清楚了 一清二楚 到现在还包庇他 我认为你是没看清楚 此其一个原因 此其二就是你可能和他有关系 会不会是这样 很多那些黄尸都很喜欢这样说 就是觉得他们的 那些钱 他们喜欢拿去哪里开教会 就是哪里开教会 捐给他们就捐给他们 现在我见过一些更好笑的说法 就立刻撲出来 就说是否现在有人不抵得 正生书院他们做得很好 做得这么成功 所以就要想这些选择 来这样害他们 那些人搞慈善 都搞到这样的 喂 你有没有看清楚这五千万 为什么警方就要这样去拘捕 还有要通缉他呢 那要说回一点点 为什么这五千万是这么大问题呢 所以一定要看清楚整件事是怎么样的 好了 当时警方的记者会上提到 这个陈兆卓就在2020年10月的时候就借着正生 助学计划之名就在社交平台出了一个贴文去筹款 我还很记得的 那时候我都觉得挺震撼的 因为他就把同学的样子都贴了出来 甚至乎連教职员的样子都贴了出来 就说受到疫情和经济环境影响 捐款就跌至新低 一群同学和老师就贴了头 就说不要紧了 我给你们看了 我们真的很需要大家捐钱的 就成这六十人了 哇 那就厉害了 不够一个月 陈兆卓就透过传媒再次呼吁市民捐款 有些人也在吵 哇 有没有搞错啊 说炮光媒体 失实报导 什么失实啊 你才失实 为什么呢 为什么用舊照片 用冷熔熊的照片 他们有新校舍 你知道新校舍 其实同学们都说 在这里吵啥 发霉 他们一天都没住过 一天都没住过 为什么呢 陈兆卓说 这个牌子还没有申请到 所以有些人还在挂 你知不知道 他的那个校舍 有个新校舍很漂亮的 他们有这么大的资产 怎么会走争 他们最多的东西在那里 那一座學校新校舍是政府付款的 98%-99%的錢都是政府付款的 用了他們付款嗎? 那這些是甚麼資產呢? 當然不是 政府付款的 不看清楚的事情就亂犯薄 其實是空洞無力 這樣做只是突顯得不清楚事情 但當時胡亂點評 那整件事就搞笑了 你幫他們兜不是不行 但你要拿出實質的理據才行 但是我只是說通緝這件事 而你不回來你根本都沒得搏 如果是有良知的人一定會回來 除非你是好像那些海外皇友那樣說 通緝是迫害他們成不成立? 現在是不是迫害? 不是迫害的 這件事根本明顯就是有犯罪的事實 現在他們就需要回來受審 如果是他們這兩個人是無辜的 法庭就會給他們公道 不然的話 這輩子都是通緝犯的 很簡單 為甚麼連抖頭出來回應都不說呢? 其實最好笑的人 還在幫他們說 他在找律師 他在找會計師 他遲些會出來 你憑甚麼跟他說這些話? 現在連正生裏面的老師 連他裏面的學生都懂得說一句說話 有一句說話叫做 上糧不正下糧歪 他說上糧不正下糧正行不行? 其實最新近有這個訪問 也有問過學生 覺得這些陳校長是有問題的 你清楚得過裏面的老師? 你清楚得過裏面的學生的感受? 不要笑死人了 那些 陳肇卓出了這個貼文 就說 是去籌款 對嗎? 為甚麼用舊照片 或用爛充容的關於甚麼傳媒的室實 這些是垃圾或廢話 你 就誤導 為甚麼呢? 為甚麼呢? 陳肇卓出現這60個大頭貼的籌款 綢旗的海報 那些照片 立即 那一個月到 就把很多不同的媒體 就去了他们的证生书院 兰蓉蓉来拍摄他们的视频 我还看过一些视频 那时听他说真的说得惨 他说这里是同学读书的地方 有时一个人用一张桌子 如果多人的时候就要两个人用一张桌子 这里是他带人去那里拍摄 拍完过来筹款 是他把这些照片放出来的 我当然是把这些照片放出来 好了 谁知道不够一个月 陈兆卓透过传媒访问 再次呼吁市民叫大家去捐款 期望集合3000个市民 每月捐100元给他们 每月有30万固定收入 这样就可以了 这就是他写出来的说法 之后也有再次呼吁市民 这样那样 又拜同学的大合照 就是以解燃眉之急 他说的 写到明所有的捐款都会用在正身书院的教育工作上 即是代表什么 你2020年10月的时候 你逢一声标了上去的筹款 那这些钱你是不是应该要拿出来 给回到正身书院 那好吧 其实看得到的 我会放在图上的图表 你看到2020年 他们的总捐款的收入 比起之前的年份是高的 当然有时多点有时少点 但那年收到的捐款是超过4500万 老实说 即使在那个时候 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呼吁而去捐钱给正身书院 对吗 那就精彩了 更加疯狂的是什么 这个捐钱的行动 你自己说的 会用在正身书院的教育上 但如果大家当你看回 这些有途为证 已经不容抵赖了 户口是给正身会的 而接着就更加恐怖 正身会就再给正身书院 是那个4000多万里面 不到一成 几百万而已 你不是说那些钱会给他吗 你不给他不止 而接着还要捐款了 5000万离开了 那你是不是擅自更改了捐款用途 是不是只是警方所说 你们失实声明 这些是失实声明 很明显的 你真的不用抵赖 你没得允许的 你们有些频道就瘋了 还要不断跟他拎 那些人 是不是有一个既定立场 就可以无视所有事实呢 我看来有不少的人是这样 我都真的拎了 真奇怪 还有 另一件事我想提一提 正身书院的校监崔康sir 他自己也直指 虽然这个临希胜 陈兆卓 就已经不再来担任董事 但是仍然都控制着董事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而崔康sir也直指 这个董事会是黑商作业 这个不是我冤枉他 是这个正身书院校监崔康sir 自己说的 内部的人都自己这样说的 你是不是不相信这个正身书院校监崔康sir 另外有一点也是很好笑的 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正身书院和正身书院的运作 首先要补充一件事 改变了那个善款的用途 不是随便你走来在节目中说 我有朋友也有捐钱 他们觉得没问题 一早知道会拿去英国搞正身书院 不是的 你有没有看警方所说的 还会说警方都相信 不信什么 不信警方是谁 不是只有你所谓的朋友 有捐钱给正身书院的朋友 可以代表整件事 是很多人 看到他们这么惨想捐给他们 但是你竟然找不到正身书院的户口 为什么 就是你现在可以的 也可以说 我现在先给他几百万 我稍后就会再给他多些 我稍后就把钱都搬走 其实大家再看回收入和盈余的 2020年 一声就上去 其实那两年也是不错的 接着那年也有三千 八百多万 接近四千万 再跌下去那年之后 接近2022年 也有二千万 四千 三千 二千 加密接近一亿 再看回 现在只剩下二千万 我们再讲回为什么他叫卷款而逃 这些一定要清晰给大家知道 其实很明显就是 陈少畅告诉大家 正身书院不够钱 然后大家就走下去捐 真的很有心的 很简单的事 明哥说现在的家友太多 生意不好 或者多了店铺倒闭 然后就叫大家筹期筹多些钱 希望可以帮忙 等多些朋友吃到家友吃到饭盒 但原来回头 心水宝明哥拿了这些钱 就走去英国 开英国的北河童行 就说因为很多宜英港人 都没有饭吃了 这样的话 我们要过去帮他们 让他们不要做乞业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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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行 这些说法是非常搞笑的 如果你说要帮他们 英国也有很多慈善团体 英国也有他们的医疗系统 帮助那些戒毒人士戒毒 不用你自己过去开一档 这个更好笑 竟然说 这个真是我笑到肚子都乱了 如果你们阻止他们英国正身会 在英国帮英港人戒毒 到时他们回到香港 更糟糕 到时我说的现实你听 还更加麻烦 到时香港 他说到 吸毒又回来 现在在英国有很多英港人 甚至乎黑暴孩子的政治庇护 都会去吸毒 所以就会搞到他染上毒瘾 那有多少 数字有多少 不要说道听途说不行 这个不是理由 道听途说不成理由 英国也很多人吸毒 英国也有个戒毒所 他们其实可以接受当地的治疗 他们扔回来香港 香港也有戒毒所 就去喜宁州搞搞他 也不是说没有方法可以 令到他们导入一个证图 不是说一个吸毒者回来香港 就会令到香港坏了 不会这样的 香港也有办法可以对他们提供帮助 对不对 这些人完全没有掌握事实的证据 不断告诉你 我说事实 现实就是这样 描住你的头 很简单 这个好笑 二英港人有多少人 要不然我给你30万 我当你30万有多少 有些事情回流 其实有多少人会有染上毒瘾 很多 真的不多 就算是香港的比例 其实找回来就知道 香港在最近的年度 其实我也有看过 例如不到1万人左右 如果按照这个比例 就算你比较多 你算下来的数据 二英港人可能只有几百人 难道几百人回来香港 香港是否应付不了 不会 要让他们两个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英国 要这样帮助这些移民的港人 所以我看到有些网民的留言 相当精彩 如果以你这样的逻辑 那会不会每个移英港人 就会给他们几百万港币 过去英国 害怕他们到时 五加一失败之后 回来香港 成为香港的经济负累 那更糟糕 要不要这样给他 有没有这么大的负累 不是 很可笑 几丁有吸毒而已 对香港有什么负累 我说一个事实 这个真是事实 这是香港政府新闻网公布的 去年本港整体吸毒人数 较2022年上升了3% 至5500人 5500人 是吸毒人士在香港 对比起全港七百万人 这五千多人 算得什么呀 说真的 比起很多 英国美国的国家的比率 高很多 香港其实 严格来说是很少人吸毒的 如果比较全港的人口数字来看 所以你说如果那些吸毒的人士 在英国回来香港 香港也有很多资源 替他们解毒 又有缘 对呀 完全不掌握那些数字 有些人在乱说 还会说 我觉得你们两个说的 不是贴近事实 实情不是这样 不正确 听到我都打冷阵了 那我们再说回 为什么他们叫卷款而逃 串谋诈骗呢 刚才说了 2020年至2023年 其实他们的筹款都不错 与此同时 有正生会的董事 将正生会银行里的存款 大量调来香港 即使跟他们所宣传 说要用在正生书院的话 已经是虚假诚述了 所以变成串谋诈骗 另外 他们叫穷 所以说要捐款 但原来看回 你没有下跌 还一直有所增长 并没有出现 陈兆卓所说的财困的情况 你还不是骗人 当然 正生会部分捐款的户口 在2020年到2023年期间 有超过300次大量的现金 或者资金的移动 移动到正生会旗下 十多个银行账户 以及正生会董事 和正生书院的校长陈兆卓的私人户口 约束三多个 有一些资金移动 包括了资产的买卖 或者出售等等 这样的话 在正生会看到 在2022年到2023年期间 有13次的汇款 将大笔的资金 汇出境外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5千万 再说下去了 董事会在案发之后 汇走完这些钱 就相计离开香港 也有人公开这次的筹款 就是刚才提到10月贴 60多个人的大途上的 这次筹期之前 就已经开始整理在香港的 个人资产 完成了筹款之后 一方面暗中 就将正生会的资金转移走 而同时也买房移居外地 那你还不是出售穿桂桶底 那当然了 不是单纯说要过去英国 搞正生会这么简单 可能大家不知道 知道吗 也有一个位置想说 正生会 正生书院 其实两者 在2009年的时候 因为帐木不清 也被人拆过一次 甚至是莲署查过他 甚至上年的一周刊 也有刮过他们 发现了他们在舞宜山 又说有搞旅游 原来是卡拉OK 卡拉OK还有凸骨夜众会 不单止 有几层的 很厉害的 那时候是有这些生意的 他表面上是 搞什么旅游 到时里面的学生 有怎么过去交流 为什么那里是鸡豆 那里也是很可笑的 不过那件事就被他们脱身 但这次我认为要拿钱走人 那时候已经看得出 陈兆卓也不是好人 就是了 他很瘋的 你记住 联署那次去查他们是什么呢 就不是查他们开鸡豆 也不是查他们去搞什么 是查他们有没有 将钱挪用来给他们自己 私人享用 你说你开鸡豆还是什么呢 就不是他们调查的范围 不过当时大约 意思是一周刊那些记者 拿着这些资料去问陈兆卓的时候 这些是私人搞的 我们又不是政府什么的 关你什么事 类似是这样的 这么困难的 这些是私人的 你干什么 关你什么事 这样的态度 你私人就不需要拿钱来给人看 这个就很厉害 这个更加瘋了 亦听到有人说 他们在日本有生意 做得很大 你怕他们没有钱 错 日本那件事在2009年都爆出了 黄了 黄了是什么 一边就黄 一边就原来是荒地 没有野荒无一片 都不知道你干什么 另一边就是 在红灯区里面有个办公室 然后你又说那里用来 搞什么旅游什么的 这个就是神经病 你说到他们做生意做得很大 好 就算我给你说 不是 现在做得很大 他们做生意用来做什么 为什么88牌 就是这些慈善牌 他们可以用来做生意 又可以叫做不用交税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就没有人再拿88牌来做生意 就希望他们做到生意的时候 就会把那些钱回馈回给慈善 即是正生书远 为什么他们这么多年都这么穷 你做这么多生意应该是很法治 但不是的 不停要囚钱 这么搞笑的 我再铺铛一样 有人就说 另外有一样东西 可能大家不知道那个关系是怎样的 好 分了家之后更加厉害 这个就是他们的财忌 厉害厉害 这个就很厉害了 这个是财忌 原来就说 为什么你今次正生书院筹了这么多钱 为什么正生会给他这么少钱 给他那几百万 他说四千多万 不是 其实正生书院过往来说 欠了我们很多钱 真的欠了正生会 我们平时的钱不是给他的 是借给他的 是债项来的 正生书院的债项 欠了正生会很多钱 筹到的钱就还回不债给正生会 就是由正生书院还给正生会 是这样的 更加精彩是什么 即时过去这么多年 你看到正生书院 他们这么穷 这么惨 就算你说 我听到一些人怎么说 常常跟你说说现实事实 他们是要这样做的 否则他们就不懂得独立 永远不能摊大手帮来拿钱 你见到正生书院要钱 所以我就捐钱 但我见到正生会的钱 原来你进入正生会 他也不知道你进入正生书院 其实今次他们失败了 为什么会被警方告串谋诈骗 就是因为有一些大雅的数据 写到明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张支票背后写 就说是列明要给正生书院 如果你这样洞了别人的钱 那你就更改捐款用途 白痴 还有 上网你自己看也行 这些是很公开找到的 不是你说 我见到白痴的留言还好笑 捐了钱给别人 你就不要让别人用去哪里 他们都是做慈善而已 这些是在改变捐款用途 怪不怪你 如果我捐钱给明哥 明哥拿去赌钱 我真的会上门找他 怪不得了 我给了你 就由得你 怎么可以这样的 给多钱就不要问 要问就不要捐 你是不是弱智 你上去网上看看 其实因为我以前学校 也有捐捐那些洛丝米 我也要确保那些钱 然后收到洛丝会怎么用 没错 他会写着洛丝会 在香港洛丝会 所筹到的款项 是不会送到洛丝会的总公司 因为你怕 会不会总公司要行政费 你这样拿掉 是呀 扣扣扣都没有了 那不可以的 九成的捐款是给了他 那就是白痴 所以人家会写明 你一旦改变捐款用途 这些是很清楚的 是呀 捐款了就不要理会用到哪里 那不就等于阮民安那些 等于杰斯那些 我相信他 我相信杰斯 他怎么用 不关我事 他拿炒股 我授权给他 你这么支持杰斯 现在杰斯真的是 他是不是坐牢 杰斯到现在也有很多人相信 很有趣的 他收到一千多万 他只捐了二百万 只要是给台湾那些会 他还不知六百万或多少百万 就在炒股的户口 他先放在那里炒股 到时他不会用的 你又知道他不会放在那里 他遲些才放在那里 不可以吗 你可以这样帮他 但这些已经是串谋诈骗 这些已经离开了 是犯法的了 没有得谈的 是犯法的了 还想跟他争吵 这些不能说什么 说信字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事实是这样 不是你觉得的 你要客观点去看 不要先有的既定立场来看事 你首先要客观点去看 我还没笑完 有些人的说法 就是常常跟你说 我说个事实 他说我也是这样 我跟兄弟做生意仔 年底对付账 看看能不能对付账 那就算了 现在是捐款 不是你做生意仔 现在是四千多五千万的账 现在就快没了 我不知道他那一年 年度快要还钱给債主了 现在还敢说 我不用他们还 你不是搞错 是真是搞笑 不是真是 认识政生孙里的人 都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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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班人 客相作业 你是不是不相信政生孙里工作的人 原来政生孙里工作的人 全部都信不过 所以他们没有粮出 给他们死 他们一拿去英国搞政生会 有什么问题 否则那些义英港人回来 整个香港没得正 这是什么逻辑 这些和我说的事实 你别吵我 實情不是這樣 實情是你會發現 這麼多年來都是借給他 都是那一句 如果我知道這個正生書院較不善 我現在給你一筆錢 你解決了這個問題後 你就重新做好正生書院 如果他說好 你就給他一筆錢 如果早些人知道 陳少卓出來叫我籌錢的時候 原來是我們還給正生會 可能人們不捐 原來你欠他這麼多錢 這麼多年以來 人們的捐錢給正生書院 他們真的都給了正生會 正生會又沒什麼給他 就搞成這樣 我還沒說完 有些人說 為何正生書院那麼殘 那麼爛 我也不太明白 為何會這樣 其實有收學費 那麼殘 也有收學費 當然 他是私校的形式 陳少卓為何那麼囂張 即是開雞鬥 我們不是用公帑的 一句就行了 我幹什麼關你鬼事 這個意思 其實他們的絕技是什麼呢 那些學生 即濫藥或編清 他們家裡沒有錢 唯有要去找社署幫忙 他們叫學生申請中援 還有其他津貼 他們就有錢給正生會 叫做先給正生會 然後再幫他們交學費 就去給正生書院 那就有錢去正生書院 就是學費 還有住宿費 然後再給他們 便可以去那裡讀 變相 原來那筆錢 不是給正生書院的 也是給正生會 正生會 然後再把學費 還給學生的正生書院 你記住 他們這班人 你看到環境很擠迫 有什麼兩個人的張桌 就是因為他們以前是超收學生的 賺這麼多錢 你們是不是人渣中的人渣呢 現在是愈做愈得 已經 他們是愈做愈衰的 因為他們的名字已經照顧了 再要判一些年輕人去正生的 是沒有人選擇 沒有人選擇 他們是怎樣 他們知道自己越來越少人讀書 唯有想到這個絕世好端出來 就叫大家籌款去正生書院 趁還有學生在那裡 連同師生那些 一起釘頭出來 想著挖這筆 接著就走了 這樣也看不出來 還說他們做得很好 好 你哪隻眼睛都做得很好 那他們會說現在政府搞得他們拿不到 還是怎樣怎樣 說法太憲強 政府會搞他們做什麼 難道又有政治立場 又黃藍這些立場 不要玩了 2024年還說這些政治立場 哎呀 真是醒醒 2019年那個時代 有些人都是這樣 很搞笑的 尤其是那個沒有格仔的頻道 簡直是這些人 聽完那個沒有格仔的頻道的說法 是否根本就是同謀 這樣跟他們開脫也有 我也拚了頭 還有 他們覺得來幫疑英港人 就好像跟他們同路人 因為那個沒有格仔的台 就是在英國的嘛 老實吧 他在2019年的時候 一句都沒有撐過你們的 沒有說過話的 他現在才說來 半生發大賊 沒有 現在只不過是走過來 就黏了你們 現在你們還幫他開脫 這些 不要笑死人了 救命啊 趙善軒跟那個通差犯很友善 陳少祥 趙善軒 你說 這些正生還未完結 還有其他 他又搞一些不知什麼 弄電腦 薄餅店那些 其實是有得賺的 不知道是薄餅店還是麵包店 他們有得賺 你又不把那些錢 放回到正生書院 那麼人渣也有 就給了正生會 連這些東西你也是領埋的 他們是瘋狂的 還有 上當年那些 又說在內地 就去給愛知病童 就一起有個地方住 那些什麼 被一周刊 走到發現到是什麼 原來他們會要這些愛知病童 去做苦工 幫他們賺錢 這樣賺錢嗎 很多東西 他們這些是超級瘋狂的 之所以 如果你說 他們這次這件事 還不是叫做 村櫃桶底的 剛才提到 原來一直以來 你們給正生書院的錢 其實只不過 放進正生會的袋子裡 什麼時候給他 而且每次給他 原來是借給他的 越借越多 越借越大 人家的捐錢 就變成借錢 他已經不行了 你就搞了更加多負債 因為正生書院 剛才提到 他用這樣的形式 就不是用那些 叫做 戒讀位 即是進來有個位給他們 專門接受戒讀 什麼什麼的 如果這樣的話 你就要交換數給政府 因為你拿了那些公帑 但是如果現在 你以這種中門的形式 拿到公帑給你讀書 你是私人學校 你就不用給他們看了 可以想到用這一招 這些也不是人人可以做得到的 你無論如何都要搞到一堂的事情 表面上看來 是一個幫助弱勢社群的組織 但事實上 就靠著有一個這樣的表象出來 來得到去戒讀 這麼壞 這個真的很少出現 過往來說 你都不會聽過有一個這麼瘋的案件 你看這個 陳少卓 又傑青 原來表面是有一個大好人 但不是 去到最黑 就拿了一筆錢走人 捐款而徒 不是他的造型 還看到有人說 要像這樣隔的人 才能吃得住吸毒 不要管我 這是一個造型 這是一個人切 如果你聽到這個位置 你仍然覺得 我說的話是不對的 不貼近現實 不是實情 要等現實的人說 我就釋除專別 沒有所謂 只不過 我只會分享我們所見到的看法 過往的看法 可能我們之前說得不太清楚 或者沒有說得像這次一樣 你看看 四十多分鐘 這樣說出來 沒有這麼大的畫面 說出來 可能有些人就有點誤解 可能覺得我們說的錯 那些 還是怎樣 在當時 說回一點點 如果你這樣的話 改變了善款的用途 這樣拿了去 現在還要是一粒聲都不出 已經不是正生會的人 也不是他們裡面的董事等等 也不肯交出那筆錢 甚至乎 在報道也有說過 打去跟他們說 先把一百幾十萬來 以解嚴微之急行不行 不行 你看著正生書院這樣想 你也有膽子 現在很可憐 在正生書院做最後那一期 職工都欠了 薪金都拿不到 我看他們都是 而且最後也要靠政府 應急地拿著一塊錢出來 頂住 頂住最後那些日子 其實嚴格來說 政府是沒有必要拿出來的 倒一會兒 我不明白 為什麼你還要為這些人 來護航 還說 不是啊 你認識他嗎 魔鬼 他也不出聲 我真是厲害 這些通緝犯 你幫他 你應該勸他回來 投案 這樣才是真正幫他 不是讓他在逍遙法 現在就是這樣 逍遙法 這些通緝犯 拿著夠錢 在其他國家生活得自由自在 這個世界還有公義 如果一個二個都是這樣的話 很老實 其實當正生會 你把那些錢 進入了林希盛和陳少卓的私人戶口 就已經犯法了 善掌人傭的捐款 其實你看到那些人那麼慘 你是打算捐給他 原來你捐了他之後 他是不會給他 幾次阮民安 阮民安就低級很多 他就作個故事出來 然後人們就信給他 就捐錢給阮民安 就是阮民安拿去賭碼而已 阮民安很低級 但其實同意民安 他又有談這些事情 有正生書院 有幫人戒讀 有一個這樣的棚 那些人就捐錢給他們 誰不知這群人 都不是把錢拿去 搞好家學校的 搞好教讀中心的 都不是這樣的 都不是做慈善的 借給他 最後你知道 武利可圖 我不知道陳少卓是否趁著他的兒子 反正他都在英國 做醫生 大學畢業 可以跟兒子一家團聚 因為做了醫生 可能自己也搞了這麼多年 一鋪過卷了這筆錢走 我不知道為什麼新的董事會 還說叫他們不用還錢 你們是否與魔鬼同行 你們這些人渣 絕對是 怎麼可以這樣 真是奇怪 卷款而頭掛 然後董事可以不用還 沒問題 真是無敵 我都大開眼界 五千萬元 我咬不入 你覺得董事他自己可以有決定權 你又咬不入 你董事肯定有問題 但你制裁不了這些董事 他就是有這樣的決定 你吹嗎 吹嗎 說到底 這五千萬元又不是我的 剛才我拿那個 做生意的為例 到時候五兄弟之間有五千萬元的生意 他就肉痛了 但這又不是我的 別煩了 趕快搞定正生會 解散了就算了 拜拜 老實說 之前的數字 不知卡在哪裡 之前搞了什麼 好了 今集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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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